近日,出游大军陆续开启返程之路,高速上已经开始堵了,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,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50万人次,开了14个小时还没到家。 10月5日早上9点,陈先生从济南出发,沿路各种大堵车,尤其是江苏这边,但也不是完全不动的那种,就是慢慢挪,踩刹车都踩累了。 他说,最长的一处红色堵点有20公里,贴贴后堵在高速上,前面都是一片红色的尾灯,根本看不到头。 陈先生说,好在服务区还是进得去的,没有影响到我们路上吃饭,无非是堵车路段的服务区比较拥挤。 直到晚上10点50分,陈先生才到达江苏镇江,济南到镇江600多公里,不堵车的情况下,只要七八个小时,我们开了近14个小时。 他说,再赶回台州,起码要到凌晨了,所以决定在镇江临时限一晚。 国庆节假期,机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,免费时段从10月1日零时开始,10月7日24日结束,以车辆驶离收费站收费车到时间为准。 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,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,建议根据时机位置和时间,选择就近收费站,驶离高速公路,免费结束后,重新取卡上高速,避免赶时间,超速行驶,引起交通事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